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们来学折一只川田文招设计的雪橇犬 我想学这个雪橇犬可以吗? 这只狗狗一看难度就不低 所以建议新手还是先学一些简单的狗再来挑战这只 我这次用的是24厘米的纸 用15厘米的无印良品的纸也可以折得出来 但是效果可能会差一点 那么我们赶快开始吧 折这只雪橇犬我用的是24厘米的同样的纸 雪橇犬是黑色的,所以说我得用黑色的纸 首先就是在白色的这面折出一条对角线 之后呢,需要找出这里和这里的两条三等分线 就是找出这里的三等分点嘛 在这条边上做出一个终点 然后再从这个终点连接右边的这个角 把它给折一下,不要全都压 在这里压这个焦点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整张纸的三等分点 之后沿着这儿和这儿做出两条三等分线 之后沿着对角线再把它给收起来 然后呢,沿着这里把下面这块折上来 之后这里从中间打开并且压平 这里压平就是在背面 看这里对齐了呀 之后呢,之后呢,这里三角形折上来 之后呢,这里三角形折上来 然后呢,折出这一格的这个中线 这里也是同样的一条 之后,之后这里这样子捏起来 摊平 到背面来 底下的这个尖朝着这个点来折 然后不要全都压 压到这儿为止 右边也是同样的 翻回来 这里折上来 左边这儿摊开 压平 然后呢,这条边朝着这条边来折 之后呢,再从中间这样子内翻折 之后呢,上面这一格要分三等分 这里呢,可以直接目测的折 也可以拿出我们老朋友笔记本 把这个,这里对着三格的上下两条边 这样子放上去 之后呢,这边的两个焦点就是三等分点 就沿着它们把它给折一下 这就是一条三等分线了 再折出另一条三等分线 之后呢,这里再打开 左边这块翻上来 然后做同样的处理 就这个边朝着这个边来折 然后内翻折 之后这里也是同样的 做三等分 那这里这个点就已经是一个三等分点了 所以从这里折一条横的就可以了 之后呢,从这个点开始折一条45度的线 这个点对齐底下的 这个点对齐底下的 然后折到这儿为止 这个线 之后再一次这样子收起来 沿着刚刚折的这条45度的线 把它给折下去 然后呢,这里沿着底下的 这个两条三等分线 把它也折一下 打开之后呢 这里连接这儿 捏一条线 另一边也是同样的 这里 然后呢,这一块方块中间 需要做出如图所示的这些折痕 就是两格的对角线 然后四格的对角线 然后六格的对角线 之后呢,把这个给收起来 这些折痕都要凹下去 右边也是同样的 这里凹下去 这样子摊平 然后上面的这里这样子捏起来 摊在这儿 之后下面呢 这条凸出来 这条凹进去 然后这块白色的不要动 就是把它给再收一下 就变成这样了 之后呢 这里 这个凸出来 然后这里凹进去 这里也变成骨线 把它给往上这样子 转一下 然后摊平 之后左边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 这里要乘折一下 这个凸出来 这个凹进去的样子 就是把中间的这一条 给乘折进去 那么这里可以整个都打开 沿着折痕 把这一圈的都给捏出来 类似蛇腹折的样子吧 把它给收起来 这样子捏成这样 然后下面还是同样的 把它给恢复 就变成这样 右边也是同样的处理 接下来 现在就变成这样 之后呢 上面的这块打开下来 然后沿着这条斜的 把它给折上去 并且里面的摊平 就里面变成这样 然后外面的折痕 是这样的 左边这块的折痕变成这样 然后右边这也是同样的 就是这些折痕 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摊平在这 之后呢 右边这里 后面最后一层不需要折 就这里面的这些纸层一起 这条边朝着这个竖线来折 然后呢 从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开始 把这里 前面的这个一层 给折下来 并且这儿的 这块纸层 就可以在这里摊平 这里是会变成头部的一块 摊平成这样之后呢 再把它给 从里面稍微的顶一下 把这块往左边这样子顶出来 然后捏出这里的折痕 变成这样 让这样左右就是平衡的嘛 之后 还是这样子收下来 之后再合上去 这里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给折进去 但是这边 这个肩不要动 就这样 推进去 然后呢 再沿着这条折痕 把它给折上来 右边也是 同样的这条 次数度的折痕 这样摊平 之后也是同样的处理 就是这里 这条边 朝着竖线来折 然后从这里 把这块纸层给折下来 使它在这摊平 这里这个纸层啊 忘了摊平了啊 这两块 然后上面的还是同样的 这里往左边顶出来 然后捏出折痕 捏出这些22.5度的 然后45度的还是要凹下去 里面就是这样的了 之后关上 之后呢 这里凸出来 这里凹进去 就把这里 这样子往上推 然后在这摊平 中间这一小块往右翻 左边也是同样的处理 这里莫名的有一些误差 反正之后就是 这块中间的这一半 从中间打开 然后摊平在这 然后呢 左右这两个最长的边 把它这样子 往后走一个纸层 这样 然后这一块纸层 沿着前面22.5度的边 把它给折到中间去 左边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 下面的这个 沿着这里 做一个花瓣折上去 这里就是狗的嘴巴和舌头了 这两个片 之后呢 翻到背后 沿着这 把它给翻下来 然后呢 沿着这条折痕 这里做一个沉折 一圈的折痕 全都捏起来之后呢 再恢复 变成这样 然后呢 这一半 把它这样子 扯下来 并且压平 也就是说这里的折痕 都是延伸到这里 沉折的底部的 这样 然后这里的 其余的三半 都是同样的处理 现在呢 就变成这样嘛 这么多层几层 然后呢 连接 这两个点 把它给 翻下来 之后呢 再把它这样子拉开 并且沉折一下 沿着这条线 把它给沉折下去 这样子扯开 这样子扯开一个 等腰梯形 然后在底下 这样子摊平 就是这样啦 之后呢 这边的两个脚 把它给 折到后面去 我这里比较烂 你就直接用镊子来弄一下 变成这样了 之后 翻到背面 沿着这条线 把它给折下来 这块也是 沉折一下 把它给弄成一个 三角形这样 看平 之后呢 这里这片纸层 从后面 拉出它的这一层 然后这样子往上翻 变成这样 从背面看呢 是这样的 然后左边也是同样的 这里的第一层 这样拉出来 然后 往上翻 之后呢 沿着这里 45度的 折上来 然后它 放到指尘后面 这样 左边也是同样的 这个头就弄到这里 之后呢 这个身体 这条边 朝着这条边 来折一下 然后底下的 这个尖 朝着这条折痕来折 右边 找到这个点为止 左边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 从这个点开始 往上折一个 垂直于这条边的线 然后 找出在这里的焦点 就是这里啊 右边也是同样的 处理 从这两个焦点 分别朝下 做两个垂直的线 就这样折的时候 这个点 要和这条线 对齐 之后呢 这里折上来 然后再沿着这两个点 把它给折下来 之后呢 沿着这条线 把它这样子折 这里捏起来 并且朝右 攀平 右边也是同样的 沿着这条 折痕 之后呢 把这块 弄到后面去 之后呢 处理上面这块 先从这个点 连接 这个点 把这块 这层 折到前面来 之后再从这个点 朝着这个点 捏出一条线 之后这里再摊平 左边也是同样的 左边也是同样的 然后从这个点 然后从这个点开始 往这儿 做一条 横的线 并且从这个点 再到这个点 把这块纸层 往上面折 就是这样 左边也是同样的 处理 之后呢 这条线 朝着这条 折痕来 折 然后这里要做一个 沉折 大概需要 乘折 乘这个形状 右边也是同样的 差不多变成这样 然后上面的呢 打开 翻到背后 从这个点 连接这个点 折一条线 然后呢 再从这个点 折一条平行的线 之后呢 这里的纸层 沿着上面的这个边 把它给折上来 并且下面的摊平 左边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 这里凹下去 这里凸出来 这个断折 然后呢 再沿着这儿 把它给内翻折下去 翻回来 首先这里 沿着背后的这条边 把它给折上来 折到这儿之后呢 这里往左折 然后摊平 变成这样 然后左边也是同样的处理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这样 之后翻到背后 沿着这条线 把它给折一下 然后呢 再连接这两个点 折一条线 之后呢 把这个身体给收起来 这里捏成山线 然后这三条线都变成骨线 之后呢 从这个点 连接这个点 把这个头往前翻出来 之后呢 这里面的纸层 把它给顶出来 沿着这条线 往 往我们自己的方向来折 月筷子 剪着这条线 然后呢 我 现在 之后呢这里这块 从这个点开始往上折一个等要折到三角形 就是目测一下 背后也是折同样的一个三角形 之后从这个点朝着这个点连接一下 做一条折痕只折到这里为止的右边这一段 然后呢这条边朝着这条边来折 折一段 之后就是这里要做一个断折 然后把这个腿给收过来 沿着这个折痕折上去 然后再折一条新的折痕把它给折下来 差不多这样的 然后左边这里把它给合过来 差不多折成这样吧 然后呢这里这块再折过来 这样子 背面也是做同样的处理 我这边就够了 那边我们的折痕 我们的折痕 就像这个折痕 我们的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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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这样 然后再折过来一个三角形 首先沿着这儿 把它往后做一个内翻折 使得它这条边和底下肚子的这条边 是在同一个直线上 之后呢 再从这个点开始往后做一个折痕 把它给折下来 内翻折出来 这里呢就是要使得这条边和上面这条边 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之后呢就是把这里翻成白色的 上面这个边朝着这里的竖线来折 然后这样子翻出来 就这样了 之后呢处理这个尾巴 首先沿着这条线 延伸上去把它给做一个内翻折 然后呢从这个点到尾巴的这个尖 折一条线 这里也摊平就变成这样 另一边也是同样的 之后呢这里也是往后折一个三角形 然后就是这个头部 这样子折下来 这样子折下来 上面这块弄得稍微的圆滑一点 然后这里可以稍微做一个断折 之后呢处理这个嘴巴 中间一层是舌头 底下一层是下嘴唇 就是下嘴唇可以把它给弄得不那么尖 这样往后折一小块 然后舌头弄得弯一点 因为雪橇犬一般都有非常销魂的舌头 就差不多这样吧 之后这个脚也要处理一下 和那些各种动物的脚都是同样的处理 就这里稍微做一个断折一样的东西 前脚这样 后脚也是同样的 这样子可以站起来了 又发现我忘了一个步骤 就是这里把里面的一层纸层给扯出来 然后把它给翻成白色的 之后就是上胶整形啦 好了 那在上完胶整完形之后呢 今天这些雪橇犬就完成啦 嘿 对我呢 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六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哇哦 好